南韩直播主原本正在又在喝饮料 浑然不知下一秒 枪声大作 尖叫声四起 吓得立刻起身逃跑 和其他民众一边哭喊 一路狂奔到出口 索性仅回一命 泰国曼谷这间购物中心 三日爆发致命枪击 年仅14岁枪手 疑似患有精神疾病 遭待不当下 少年一脸呆滞看着前方 路往后更声称 脑海中一直有声音 要他开枪杀人 但警方到他住处搜索后发现 恐怕没那么单纯 不仅找到堕发子弹 和打靶练习用纸 犯案用的枪支 当初是在网路上买来的玩具枪 再透过网路教学 改造成能够发射实弹的手枪 枪手手机内 有练习填装弹药的影片 平常喜欢玩大逃杀游戏 还有小红书用户爆料 曾在靶场遇到枪手 打了百多颗子弹 发案当天 刻意打扮成美国校园枪手模样 头戴印有美国国旗的鸭舌帽 甚至网穿 他的父母都是大学教授 家境富裕 曼谷斯利国际贵族学校也证实 凶贤确实是该小学生 少年枪手目前面临非法持枪 未经许可带枪进入公共场所 及开枪等五项指控 警方表示原本是要当场击毙 但留活口是为了知道犯案动机 是否意图装病预谋犯案 详细情况都在厘清调查当中 暂停新闻 全部都不倒 暂停新闻 我们8月4月剧 我们9月9月4月 我们20月12日 30月 投票 交换